有的选择第一季韭菜 有种顶级是维生龙肺定律 你越害怕的事情 越容易发生观众来眼 压力 不再害怕 比特币重回牛市链上数据 目前价格已经定格在 60300多美金的水平 而且价格还在不断的去向上突破 那之前我们就有预测 比特币在这个位置形成了一个 下降通道 他可能会去测试这个 下降通道的一个中部的一个位置 60000多美金 0几百美金 但是他一度去冲破60500美金的位置 到达了这个 上方的 62700 美金的水平 到达这个位置之后 价格又快速进行差距增下来 最低的位置来到了一个 接近 59500多美金的水平 价格刚好达到了这个位置 目前在这个位置是形成了一波的一个反弹 那之前我们就说过了 他一个走一个小的一个水步 一下冲过上去 这种行情是吧 真真真他要继续去走 走一浪 二浪 去走一个突破 测试上方一个 7万美金 甚至 6万 6万 9 这个水平 所以现在来看 他从下方的位置 反弹到这种位置 已经是 势不可挡了 因为他反弹了20%多 那之前有过这种下跌之后快速反弹 他也反弹了16% 这种的位置也接近 20% 一下子反弹上去 但这个用最少的时间 这样一个反弹 说明他的动能还在 是吧 所以这个下方的这个 位置其实已经 社会级别 已经被击穿了 他可能 验着这个位置 超买 超买这个区间里面进去走 现在他的价格应该是 能够在这个6万美金能够起稳 继续去走一波的一个上涨 所以航行 现在来看还是 坚定一个利好 而且比特币已经回归 链上的一个 牛市的一个数据 比特币在这个位置 只是经历了三天的低谷 就实现了一波的一个逆转了 这对于很多加密爱好者来说是一个 巨大的一个利好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 那在过去的一周时间里面 虽然说很多币种出现一个回调 但大部分的币种都出现了一个 已经 回到了之前的一个位置反弹到 开始下跌之前的一个位置 所以现在来看 是坚定利好 现在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一个 清算位置 那日内 他有一个清算位置 是在一个59000 会不会击穿这个位置 再进行反弹 有可能 目前这边 是比这边矮 所以这个位置 一旦被击穿之后 你可以去快速在59000的位置 去做一笔多头 那7天之内的 依旧是一个 看涨的一个信号 这边比这边高 30天之内 是一个持平的一个状态 我们来看一下以太坊 大家看一下以太坊 目前价格是在一个 2590美金的水平 那就在 几个小时之前 他一度去测试了2700的水平 那在一个小时级别 他形成了一个 不错的一个 小型的一个 看涨的一个通道 三方支撑点是在一个 2480美金的水平 在2480美金的水平 可能会走这种 下根目标价格 他应该会重回 2800 之前这个 点在关键点 你看 之前多次去测试这个水平 之后跌穿这个位置 2800的水平 所以 他下个目标价格 肯定去测试2800的水平 如果能够顺利去完成 那这个位置 来看一下 有很多的一个 接近有10亿美元的一个单子 会被清算 空单 是吧 2800 2800 接近有10多亿美元的一个单子 会被清 清算掉 那目前以太坊的一个 合约还是比较多了 再震一震也无所谓 如果你是庄家 是吧 面对这种情况 合约又马上又填满了 是吧 如果再震荡一波 绝对是一样 很多人进入爆仓 比如说 他这个位置 去插了下方的位置 再进入反弹 不按寻常 这种基础K线进行走 那这种也让人很难受 击穿这个位置之后 大家都以为从事来了 击穿这个位置 再去击穿这个位置 但是他这个位置 快速进行反转 开启牛市 那这种行情 很多人都上不了车 甚至说很多人会错过这一轮的行情 如果以太坊这样走 所以 无论怎么样 如果以太坊有回踩的空间 一定要去操作 那止损点是在放在下方这个 支撑点 2480 是吧 跌破这个位置止损限 考虑他继续跌到下方这个 2300多美金的位置 这个位置的话是一个 做多信号 这个位置 是两个不错的一个做多信号 所以 大家看懂了没有 现在的行情就是 回踩做多 回踩做多 保持这样的一个节奏 你才能够吃掉 牛市大部分利润空间 否则 比特币进入牛市的链成数据了 以太坊也进入了 到时候 你怎么去操作 是吧 那很多朋友手里面还有一手笔的一个 一大笔的一个 山寨币 其实我之前见过太多 很多人手里面都是一种山寨币 几乎没有比特币和以太坊 所以这种 就目前而言 他比特币和以太坊上涨的空间 一直拉拉到 你不敢买 以后资金开始流向主流币 主流币开始涨 主流币涨完之后 又山寨币又继续涨 开始一个formal的状态 大家都正为赚钱 一把比特币以太坊 插上来 插一根之后 大家以为熊色来了 纷纷抛掉 抛掉之后 又快速拉一根上去 那么 牛色到顶 插得来 那这种 就是一个牛色的一个版本了 那今天的游戏先分享到这里 大家如果对能源的视频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订阅能源频道 好了我们下期见 拜拜